美国不断扩大晶片禁令 全力防堵中国发展AI 其中巨拨回答首当其冲 根据统计回答在中国AI晶片市场 市占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总金额破两千亿台币 禁令下无法销售 但传出还是有漏洞 我们并不担心 在中国人工智能这件事情上 跟美国拉开巨大的一个差距 但这件事情我相信 对于各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第二个选择 在人工智能的出口这件事情上 是需要第二个选择的 商场科技自称中国AI龙头 突破美国黑名单封锁 创办人发下豪宇 过去十年内公司 已经采购超过四万个挥打晶片 更喊话目标将在一到两年内获利 而华为也积极开发晶片 新款H20专供版相较H100 更是性能大减百分之八十 华为的升腾910B算力芯片 在性能方面已经不逊于 英伟达最新的中国专供型号H20 华为在受到美国制裁的情况下 该与中芯国际联手 旗下AI晶片升腾910B 被视为最能替代挥打的A100 2023年华为算力GPU 出货量约十万片 但2024年下单的需求 已经达到上百万片 目前中国大陆自己的厂商 就已经有能力做出比挥打 降规板还要高阶一些的图形处理器 其实要完全封锁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的国际还是有交流 美国全力围堵 但现今在国际频繁交流下 要完全封锁 几乎是不可能 中国不断钻漏洞 持续AI发展 参加喜欢张提香方向 众好不倒